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历史名将是 刘明帅起家,讨贫王敦之乱,苏郡之乱 镇守金口,抵御后照的东晋太尉西建 西建自道回,高平郡京乡人 经山东省京乡县人 东晋时期的重臣军事家 西建是东汉末年的御史大夫西律的玄孙 从小孤平,但仍然博览荆棘 即使是在耕作的时候 也不断地引用文章,以卢雅著称 后来被赵王司马伦聘为传属 但察觉到赵王有夺权篡位之心后 他便称病辞官 永康二年,公元301年 司马伦篡位称帝 其党羽都着身要职 但西建则闭门自首,不与他们接触 同年,司马伦被推翻,惠帝复位 西建参司空军事 后历任太子钟舍人,钟书侍郎 西建后来被东海王司马岳聘为主博 举贤良,但是西建都不接受 真东大将军苟熙真辟西建为从事中郎 因苟熙和司马岳不合 西建应不应招 苟熙也没有强迫他出事 永家五年,公元311年 汉召军队攻陷洛阳,并俘虏了靖淮帝 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乱 西建亦被启活军首领陈武不重所福 陈武因为西建素有名望 打算推举他为首领 只因西建及时逃脱而未能成事 直到陈武兵败溃散 西建才回归故乡 当时正知大饥荒之年 周中人士平素敢于西建的恩义 都来接济资助于他 西建将所有得到的馈赠 分别送给了亲族和乡里的孤贫老弱 靠他的接济 得以幸存的人有很多 大家就推举西建为主 于是有了一千多户人选择跟随西建 到鲁地的翼山中避难 翼山位于经山东省锦陵市周城市东南十公里处 靖元帝司马瑞镇守江左石 以西建为龙襄将军 眼周刺史出镇周山 当时西建与寻帆所派的李树 还有刘坤所派的刘也 同居眼周刺史 三人由于不同形态臣治任命 各居一郡 并各自为政相互对立 同时眼周也面临着 徐堪和石乐两股军事力量的侵扰 在战事不息 而没有外援之下落了饥荒 而西建之下的人 虽然需要通过来捕野鼠 燕子等动物来冲击 但是也没有叛逆西建 反而人数建多 三连之间就庸中数万 司马瑞因而加授其为辅国将军 都督眼周诸军事 当时眼周以西建为方伯 阮方为红伯 虎务辅之为达伯 辩胡为财伯 菜墨为朗伯 软伏为淡伯 刘髓为伟伯 杨曼为踏伯 八人并称眼周八伯 又号称眼周八达 盖比里古石八卷 永昌元年 公元322年 西建因后照逼近的压力 退守合肥 同年被真为领军将军 到健康后改授上述 西建因病而不接任 不久发生了王敦之乱 原帝被软禁 因而忧愤而死 原帝驾奔后 由太子司马绍继位 即明帝 明帝继位后 因畏惧大权在握的王敦 内外交困 便想以西建为外援 太陵元年 公元323年 明帝任命西建为 眼周刺史 都督扬州江西诸军 贾捷 正合肥 王敦对此十分忌惮 于是表西建为上书令 征召他回朝 西建回建康时 经过了王敦筑屯的孤俗 并与王敦相见 西建对他说道 大丈夫 洁身北面弑军 谨守三纲之义 怎么可以偷生而辩解 这样有何面目 居于天地之间呢 如果是天道已终 也当随之存亡 王敦早就有了吴军的野心 听到了西建这番话 心中大为不满 便不再与之相见 更是将西建扣留了下来 但是之后 又因为既在他的名声 将其放纵 西建回朝后 便与明帝商议 平定王敦之事 次年 泰宁二年 乾凤等人领兵禁逼建康 明帝以西建为贾捷 行魏将军 都督从驾诸军事 当时王敦军尚未完成集结 有人认为 应当先由明帝亲自领兵进攻 但西建认为 敌军兵重 不能立敌 而且王敦军向来是 惹了百姓极大的怨恨 百姓此时已经有了反抗意识 而且王敦没有大略 只求一战取胜 故此认为应当拖长战事 让其他反抗力量形成 并对王敦进攻 借以取胜 明帝听从了西建的意见 西建以上书令的身份 统领各屯营御敌 不久又派兵齐袭 并大败了王涵军 四方的义军也此时冒起 最终成功讨平了王敦之乱 西建英功获奉高平侯 赐捐4800匹 明帝因为西建有财食名望 朝廷大小事都向他询问 并召令西建 为朝廷起草表书照告 任其简易从事 太宁三年 公元325年 西建签任车骑将军 都督徐远清三州军事 远州刺史 贾捷出镇广宁 同年 明帝驾崩 西建与王岛 汴湖 温桥 余亮 陆华等人一同接受遗诏 辅佐联幼的臣帝司马野 西建因而敬畏车骑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驾散骑尝试 贤河元年 公元326年 西建加领徐州刺史 次年 苏骏和祖岳发动叛乱 进攻建康 西建知道后 打算亲自领兵营救 但朝廷却以防御北方进攻而阻止 西建唯有派司马刘具 领三千人保卫健康 但是健康于次年沦陷 刘具也退还 中书令于亮 在健康失陷时出走 到巡洋投靠了温桥 并宣于太后口罩 审西建为司空 西建所在的广宁 宁静后罩的边境 陈姑良绝 军民因此对北方南清的畏惧 而没有坚守的决心 西建接受了赵令后 感激替宁 设立坛场 宰杀白马 与三军一起对天启示 誓言说 贼臣主约 苏骏不公顺天命 不怕王师诸讨 凶暴力行 破坏国家刚纪 无视武常之伦理 动摇国家根基 威逼胁迫幼小的君王 毁坏国家的栋梁支柱 残害忠臣 祸及黎明百姓 使天地神底 祖宗灵位无所依 所以天下为之怨恨 亿万人民为之弃血 我们奋命讨伐 以除元凶 过去荣敌危及周事 齐桓公与诸侯会盟 以赴王室 董卓七宁汉宫 各路豪杰 巨翼至唐 护卫君卿之义 从古道经都是一样 现今主上献于危难 百姓处于道玄 忠臣之士 无不心存报国之恋 若我同盟者 一进盟事之后 其心合力依旧设计 若二寇不消灭 绝不退缩偷安 有为辞士者 天神不容 西建登坛后慷慨成词 使得三郡气势大震 西建建此 于是派将军夏侯长通知温乔 并预计苏郡会劫持沉递到会计 建议温乔在重要据点逆营巨首 以祖旗去路 同时又断绝其粮运和兼臂清野 巨授金口 等待苏郡因缺乏物资溃败 温乔接到书信后 申表同意 贤河三年 公元328年 陶侃被推举为盟主 西建加都督扬州八郡军事 西建后率众渡江 在茄子埔与陶侃会合 又修筑白石垒 不久 王树和鱼潭战败 西建和后将军郭墨 回吞金口 修筑了大叶 驱厄和宁廷三垒 抵抗并分散对抗兵力 但随即就被围攻 郭墨更逃出了驻守的大叶垒 令士兵震惊 但西建仍然固守 不久 书郡坠马被杀 大叶垒得以解围 次年 西建派参军李鸿 追击南逃无刑的苏毅等人 将苏毅斩杀 并收复其中共一万多人 苏郡之乱平定后 西建以公 身为司空加侍中 解任了八郡都督 改封为南昌县公 他先前的爵位 更是封给了他的儿子西潭 贤河六年 公元331年 石勒部将刘真 再次侵扰东南朱郡 西建筑吞金口 并加都督扬州之靖邻郡 吴郡诸金氏 率兵将刘真击退 丞相王党在陈帝继位后 一直参与辅政工作 而他行事作风不拘小节 对自己委任将领的犯法行为 多作容忍 招惹了朝臣的不满 其他士族亦试图借此废掉王党 削弱狼牙王室的影响力 陶侃就曾与陈帝贤河连结 打算起兵废掉王党 但因西建反对而没有城市 贤康四年 公元338年 西建升任太尉 当时 珍惜将军于亮 也想罢黜王党 但寻求西建的支持 但西建表示反对 于亮再次写信游说西建 但西建坚决拒绝 最终于亮以为有放弃 西建阻止了朝中主要士族的剧烈争斗 让经历了两次大动乱的东径朝廷 得以维持稳定 贤康五年 西建并重 将府中事务交给长使刘霞 尚书请求辞职 并推荐蔡末为都督徐州刺史来接替自己 还推荐自己的侄子西脉为衍州刺史 此书上奏后 朝廷便任命蔡末为太尉军司 童年西建并逝 享年七十一岁 臣帝派御史 持节护丧事 以太劳里祭祀 追赠太宰 嗜好闻臣 好了 今天的历史名将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